不想当韭菜才跟我们来 9块9和999的电动牙刷 它们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 如何选择一款适合自己的电动牙刷呢 目前市面上电动牙刷主要有 机械式和声波式两大类 后者看起来就高端不少 充满了科技感 但实际上所谓的声波式电动牙刷 是商家包装出来的噱头 我们都知道 声波指的是声音产生的震动 在空气中的传播 然而能够听到的声波频率 一般在20赫兹到2万赫兹 而电动牙刷之所以叫声波式 就是因为它的电机震动频率 刚好在人耳能听到的范围之内而已 并不是通过发出声波来帮助我们结牙 实际上不管是机械式还是声波式 原理都是通过电机带动刷头产生震动 在本质上声波式也是机械式 那么它们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主要在运动方式上 声波式电动牙刷主要是扁形的刷头 通过电机驱动刷头顶端在左右摇摆 同时带动口腔中的水流和气泡 产生流体接力 其运动轨迹通常是顺着尺缝方向 我们用的手动刷牙其实也是这个原理 只不过要达到这样的效果 需要你的手速达到每秒四五百次 而机械式电动牙刷又被称为旋转式电动牙刷 一般采用了圆形的刷头 主要是左右摆动同时加上前后垂直震动 运动轨迹要更加立体多维 这就相当于你用手动牙刷在口腔内360度回旋 同时加上每秒四五百次的高频抖动 根据以上的对比可以发现 声波式电动牙刷在清洁尺缝的时候 可以更加的有效 而对银钩 套钩等部位就比较薄弱了 而机械式电动牙刷有着更立体的运动方式 更容易清洁死角 整体清洁效果是要好于声波式的 可能商家也发现了营销上的劣势 现在的机械式通常被包装成 3D声波式的一个概念 一下子就高大上起来了 所以市面上的机械式 或者说3D声波式电动牙刷 也一般会比声波式更贵 因此对于口腔清洁要求较高 或者预算充足的用户 可以买机械式电动牙刷 而普通用户买声波式即可 清洁效果也能满足需求 虽然知道如何选择牙刷的类型 但选择适合的刷头是更为重要的 选择不对反而会损伤你的牙齿 首先该选择大刷头还是小刷头呢 在这里我们其实更加推荐 使用的是较小的刷头 它可以更灵活地探入口腔里 大大小小的角落 加上高频率的震动 清洁效果更加地彻底 然后要考虑到刷毛的裁剪问题 我们的口腔里都是有起伏的 那些裁剪的立体 有凹凸感的刷头 就更加容易刷到各个高低不平的区域 以及尺缝 相反 裁剪平直的刷头 就难以刷到各个缝隙中了 清洁效果要大打折扣 当然立体裁剪对工艺的要求更高 体现到价格上 往往也就会更贵一些了 我们在购买时 就需要注意观察 刷头的顶部裁剪情况了 选择了适合的刷头还不够 还要选对刷毛 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 刷毛的质地有软硬之分 其中较硬的刷毛 清洁能力更强 还能更好地进入口腔中的缝隙 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呢 就是美国杜邦的尼龙丝 具有较高的韧性 比较耐磨 相应的质地也偏硬 对大多数用户来说呢 都是比较适合的 而较软的刷毛 主要对牙龈的刺激比较小 比如日本东力的PPT 摩肩丝 质地呢就比较柔软 更加适合口腔敏感的用户 我们根据自己的口腔实际状况 来选择即可 影响到电价的 还有电动牙刷的功能的多少 简单来说 功能越多的产品 价格也会越贵 它们会提供很多细分的模式 比如美白 护理等等等等 此外在选购电动牙刷的时候 还有一些加分项 哦不 是加钱项 比如说充电方式 低端产品往往需要用 Micro USB接口进行有线充电 使用起来呢就不太方便 而中高端的 普遍采用充电底座 进行无线充电 体验上更为优雅 又比如说电池续航 有的电动牙刷 尽管官方宣称是一个月的续航 但实际上却只能用一两个星期 而有些产品 则可以提供数月的续航 除了这些影响到最终产品价格的 还有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就是品牌一架 比如说同样是吹风机 戴森的价格往往就高不可攀 但不少用户依然愿意为之买单 电动牙刷也是一样 每个用户对品牌的偏好不同 大家也可以把自己喜欢的品牌打在弹幕上 看看哪一家比较受欢迎 不过电动牙刷终究是个工具 要好好保护牙齿 更为重要的 还是要养成良好刷牙的习惯 以及定期做结牙 注意合理饮食 不想当韭菜 采访我们来 这里是韭菜实验室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